这绝对是最抓马的一对情侣 上一秒两人刚刚分手 可下一秒两人居然变成了兄妹 这让他们今后还怎么相处呀 因为两人父母再婚的关系 男女主莫名其妙从前任 变成了住在一个家里的兄妹 为了不暴露两个人曾经的情侣关系 他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对方 可这天 女主实在受不了男主直呼自己姓名的行为 她要求男主叫自己姐姐 男主当然不会答应 反过来要求对方喊自己哥哥 这时女主得意地表示 虽然两人是同一天出生的 可她幸运地比男主早出生了三十分钟 男主辩解道 应该是后出生的那个做老大才对 女主差点被骗到 好在最后成功反应过来 眼看两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男主提议用游戏的方式来决定谁是老大 两人约定谁先做出不符合兄妹关系的行为 就算输 输的那个人不但要乖乖认对方做老大 并且每天还能行使一次老大的特权 游戏开始之后 女主就开始翻找男主的书柜 她刚想出口阻止 就反应过来这是女主的阴谋 如果她真的开口了 那自己就输了 毕竟兄妹之间乱翻对方的东西 是在正常不过的行为 这简直是女主为所欲为的保命符 眼看着女主即将打开自己的秘密基地 男主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她请求女主放过自己 不想要再彼此折磨了 并且自己之前不礼貌的行为向女主道歉 这熟悉的一幕 让女主忍不住想到了从前的日子 她下意识就喊了男主的名字 而这时 男主一改之前的忧伤 嘚瑟地表示自己赢了 因为兄妹是不会直呼对方的姓名的 虽然女主很不想承认 但认赌服输 她还是鼓足勇气叫了一声哥哥 这一声哥哥 直接让男主瞬间破防 不过傲娇的直男属性让她 口是心非地要求女主不要再管自己 然而女主却忍不住哭了 冥冥之前她不会这样捉弄自己才对 男主瞬间有些手足无措 她轻轻摸着女主的头 喊了一声姐姐 可下一秒 女主跑开了 等到学校开学的那一天 两人才发现 他们居然被分到了一个班里 得知两人是兄妹后 有同学趁机找男主聊天 想要打听女主的情况 就连上厕所 都能听到同学在讨论女主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女主真的结束了 回到家后 男主刚想上楼就被女主拦住了去路 他不希望男主被人利用 可男主却丝毫不在意 表示自己随便糊弄一下就可以了 可女主却不太放心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女主紧紧跟在男主后面 当看到昨天的那两个男生之后 他直接上去挽住男主的手臂 以两人有事要说为由 将他们赶走了 晚上的时候 女主收到母亲的信息 表示老父母要过二人世界 晚上就不回来了 男主刚做好饭 女主就想到今天早上的事情 一想到自己的欧派紧贴在男主的手臂上 他就有些不自在 强行命令男主忘记这件事情 可男主却漫不经心地说自己早就忘了 这让女主十分生气 难道自己这么没有魅力吗 于是秉行着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气的原则 他直接裹着欲巾来到男主面前 突如其来的这一幕 男主直接喷了 看到男主狼狈的模样 女主很得意 甚至还在男主面前翘起二郎腿 不断挑衅他 男主顿时脸红耳赤 本想装作不在意 但眼神却出卖了他 就在这时 欲巾差点掉落 他这才发现自己这是在诱惑男主 就在他胡思乱想时 男主突然站起身 向自己走来 女主顿时惊慌失措地闭上眼睛 下一秒 一件外套披到自己身上 原来男主早就发现他在捉弄自己 此时女主站起身 想回房间换衣服 却不料脚被衣服绊了一下 直接摔到男主身上 女主就这样被男主 避冬在沙发上 四目相对 男主缓缓靠近女主 可就在关键时候 父母居然踩点回来了 情急之下 男主只能让女主先藏到沙发下 好在父母没发现任何端倪 此时他忍不住思考 自己刚才究竟在做什么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女主曾经说过的话 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画面一转 学校举行体能测试 同班女生小月一眼就盯上了女主 准确来说 是盯上了女主的欧派 小月反应过来后 连忙道歉 她拍了拍自己的飞机场 表示很羡慕女主的尺寸 在得知女主一年前也跟她一样后 顿时抱住女主表示 要跟她做朋友 正所谓进诸者斥 只要互相贴贴总有一天也会长大 小月与女主不同的是 她的运动神经尤为突出 直接惊呆女主 事后还对成绩不满意 女主差点准备打人了 女主以上高中为契机 努力改变了性格和外貌 但运动神经实在惨不忍睹 而一旁的男主 只是象征性的 做了两个仰卧起座后 就泪摊在地上摆烂 看着她这副熊样 女主暗下决心一定要赢过她 为了这次体能测试 女主专门熬夜训练 好在结果都还不错 随后几项测试中 女主也全力以赴 到手的成绩 还算满意 终于只剩下50米短跑 女主刚跑过中边 还没来得吸喘口气 就感到头晕目眩 就在即将要倒下之时 男主及时出现将她抱在怀里 她让女主往后 别再继续勉强自己了 随后便将女主交给小月 自己则转身离开 奇怪的是 男生的室外测试早已结束 可为什么男主会出现在这 两人来到保健室 女主这才跟小月坦白 自己其实是个运动小白 因为不想被人发现 所以最近都在熬夜锻炼 这才导致过度疲劳而晕倒 通过这次的交谈 小月也认识到了真实的女主 更加坚定要成为她的好朋友 为此她希望以后两人以名字相称 随后女主害羞地叫了小月的名字 可爱的模样 让小月忍不住抚摸女主的头 回到教室后刚好撞见男主 女主刚想道谢时 男主就又再次恶作剧 惹得女主跳脚 可这一幕 在旁边的小月看来 简直温柔贴心到不行 第二天早上 女主因昨天体能测试用力过猛 喜提发烧一天 作为女主的第一个好朋友 小月决定放学后要去看望她 于是放学后 小月买来蔬菜看望女主 准备煮粥给女主吃 两人来到女主房间后 女主也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可此时 男主在她眼里却变成初中的模样 下意识地喊出了男主的名字 话音刚落 男主连忙转移话题 告诉女主小月来看望她 女主这时才清醒过来 小月举起大葱 表示今天要做爱心粥给她吃 并让男主一起帮忙 在包粥时 小月好奇如果男主交了女朋友 应该很难带回家吧 经过观察 她能猜到男主曾经交过女朋友 男主表示不会找女朋友 即便找了也不会介绍给女主认识 除非到了结婚那天 很快粥就煮好了 在小月亲自投胃下 女主很快就吃完了 男主甚至觉得自己很多鱼 就在小月准备离开时 她突然询问男主 跟女主真的只是姐弟关系吗 男主愣了一下 才说两人不是亲姐弟 小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回到房间后 女主开始吃醋 原因竟是两人一起煮粥 男主并没听出醋意 只是让他赶紧休息别乱想 而这时 女主却希望能握着男主的手入睡 男主刚把手伸过去 女主就直接拉过来 放在自己的大欧派上 随后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如此情景 不禁让男主回想其往事 以前还是恋人关系时 感冒也是这样握紧彼此的手 后来却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在毕业前就分手了 直到双方父母再婚 才在一次相遇 晚上 女主醒来后 就一直指挥男主坐着坐那 男主以为女主脑子烧坏了 便拿出体温计打算测体温 女主慌了 果不其然 36.5度 事情败露后 女主害羞地将头埋到被子里 直到男主拆开被子 他才脸红地道歉 男主也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了他 就在男主准备离开时 女主叫住他 希望他能陪着自己 男主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这天晚上 女主意外得到了男主的胖刺 可他居然看得入神 并且忍不住放到鼻子前戏品了起来 初中时期 他就经常收集男主的随身物品 然后将其供了起来 当回过神时 连忙将胖刺扔掉 震惊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变态 下一秒 他便将锅甩点男主 都怪他要穿什么胖刺 害得自己就急复发 如果被他知道的话就惨了 他忍不住脑补了一下 男主用这件事情调侃自己的情景 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 女主决定深夜等男主睡着后 偷偷将胖刺还回去 很快来到凌晨四点半 隔壁已然没了声响 他打开门 轻手轻脚地走到男主门口 却不料男主此时刚好也打开门 好家伙 两人可真是心有灵犀 于是两人决定猜拳 输得人先坦白 女主无奈 只能将喜欢收集男主物品的癖好 说了出来 话音刚落 男主下意识一开视线 耳朵快速泛红 看来男主也有相同的癖好 为了不让女主发现 于是开始转移注意力 她表示这是一场意外 她只是洗完澡后刚好捡到的 只是父亲突然进来 才导致梅物归原主 但这理由女主压根不幸 分明是对自己的罩罩图谋不轨 可面对男主的质问 女主竟直接复制粘贴 自己也是不小心捡到的 然后母亲突然进来 好家伙 你们不在一起真是可惜了 女主觉得 她一定有用手指去戳自己的罩罩 男主迟疑了一下才表示没有 让女主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可这时 男主却抢先开口 质应女主有没有拿她的平脚裤 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比如闻味道之类的 女主连忙说没有 可这态度却让人很难不怀疑 因两人都违反规则 于是男主提议 只要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 可以命令对方一次 女主无奈也只能同意 男主提议 他们今天也好好地扮演和睦的兄妹 而至于出门之后就各自爱怎样怎样 这天放学 女主路过麦当当 结果看到男主正与一个妹子在约会 女主这才反应过来 男主那个要求的意思 而且黑发加上黑矿眼镜 简直是自己初衷的翻版 于是第二天 就找到小月打听这个人 但这类型的女生实在太多 要找到简直是海底捞针 傍晚女主回到家 惊讶地发现 玄关有一双女生的平底鞋 没想到男主这么快就把人带回了家 以前跟自己交往那会 交往了半年才进的门 以防男主狡辩 女主便将鞋子拍了下来 然后躲起来打电话给男主 以买东西为由骗男主出门 不一会就听到开门声 女主准备上楼抓奸 刚准备开门 就撞见准备出门的男主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这时 女主意识到什么 连忙跑到玄关处 果不其然 平板鞋不见了 于是她质问男主是不是带妹子回家了 但男主却是一脸猛逼 直到女主将照片拿给她看 她顿时知道了什么 她让女主回房间检查有没有丢东西 然而女主并没发现什么 房间并没有丢任何东西 无奈之下 男主只能扛下所有 借口自己累了准备回房间休息 可女主却想歪了 认为两人干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面对女主的质问 男主并没过多解释 直到她看见餐厅的椅子 有被移动的痕迹 证实了她的猜想 不久前有个女生找到男主告白 想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当时男主一脸猛逼 直到女孩卸下伪装 才发现竟是小月 她之所以想嫁给男主 只因她想当女主的妹妹 自从深入了解女主后 小月深深痴迷于她 她想时时刻刻和女主待在一起 而自耐之后 小月就一直跟在男主身边 甚至开始幻想与女主睡在同一个房间 迫于无奈 男主找到小木了解情况 因小木与小月是旧时 所以对其十分了解 之前小月谈过一个男朋友 但实在太黏人 导致前男友压力过大而昏倒 这就是小月的可怕之处 她对喜欢的事物 会反复疼爱直至坏掉 男主吓得咽了咽口水 小木表示 只要明确持续不断地拒绝她 就能摆脱她 但该怎么做男主却毫无头绪 而小木却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随后 男主找到女主表示要行驶之前的惩罚 邀请女主和她约会 第二天 女主早早来到约会地点 此时她还在思考男主为什么邀约自己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看到男主的瞬间 女主差点沦陷 随后两人便来到售票处排队买票 女主的眼神时不时看向男主 今天的她简直是自己的梦中情男 嘴角强忍着不发出赤笑 就在这时 男主握住她的手 她的脑袋瞬间当机 任由男主牵走 然而这一切都被小月跟小木看在眼里 原来此次约会便是小木的主意 为的就是让小月对女主死心 小木甚至还自掏腰包 将男主打理成大帅饼 务必将女主迷的神魂颠倒 道理男主都懂 要想让小月对女主死心 那她就得成为渣男 第一步便是夸奖女生的打扮 却不料开口极贵 将漂亮性感说成了可爱 本以为会搞砸 可没想到女主竟没反驳 而是脸红的道谢 看着气氛如此之好 男主便打算乘胜追击 一把搂住女主 女主瞬间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今天男主的一举一动 都戳中了她的审美 可等女主回过神后 便以刻薄的态度让男主放手 男主的反应让她很诧异 换作平时男主 应该会用认真的语气回击她才对 可男主此时 脑子里全是女主愤怒的目光 她感觉自己今天搞砸了 随后趁着上厕所的间隙 男主请求场外支援 可小木觉得男主做得很不错 便让她自己随机应变 而另一边 女主因水族管厕所爆满 于是跑到外面上厕所 结果迷路了 这时男主打来电话 本以为男主会趁机挖苦她 然而男主却怪自己没有事先提醒她 并让她在原地等待 这么暖心的男主是个人都拒绝不了吧 可女主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但随后她就独自坐在外面 后悔刚才的举动 可男主今天实在过于温柔 让她回想起以前的往事 这是她第一次鼓起勇气提出约会 但自己却在祭典上迷失了方向 感觉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一边哭一边不停地道 而男主却让她别哭在原地等她 很快一罐饮料就出现在她面前 抬头一看正是男主 当女主回过神时 熟悉的场景再次浮现 此时的女主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直到男主的毒舌 让她回归现实 于是两人又变回日常互对模式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吵得不可开交 这让一旁的小月很不爽 傍晚 约会结束后女主先行回家 就在这时 小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小月真诚地跟男主道歉 自己不该溜进他们家的 希望男主别将此事告诉女主 男主也不打算追究 毕竟对女主来说 小月是她最重要的朋友 可这时 小月却表示自己不会放弃 而且还会光明正大的跟男主结婚 然后成为女主的妹妹 女主回到家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但却想不出所以然 这时她做了个决定 在男主回来后 她便使用惩罚权利 让男主根据自己的要求 摆出各种姿势 完事后 便对着手机里的照片泛起花痴 男主见状 表示可以再满足她一个要求 女主听完兴奋地表示 想让男主从身后抱住自己 然后在耳边喃喃细语 男主照做了 隔天 男主突然好奇地问小木 他是不是住过院 小木直接承认了 好家伙 原来被小月玩坏的前男友居然是你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母亲节那天 女主想让男主 一起去选购母亲节礼物 但沉迷小说的男主 找了一堆理由推托 眼看劝不动男主 女主索性换了一套衣服 紧紧一眼男主直接看呆了 连最爱的小说掉到地上都没反应过来 只能说 这一回和女主完胜 中招的男主 只能乖乖听从女主的安排 周末的电车十分拥挤 这也是男主不想出门的原因 就在这时 电车颠簸了一下 但是就在男主想一开始 却被女主叫住了 他表示反正每次摇晃都会变成这样 保持轻松的姿势就好 商场的礼物又贵又奇葩 便选了鲜花当礼物 加上两人孝顺的表现 把母亲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但男主此时却略显落寞 原来他想念起自己的亲生母亲了 女主则在门外偷偷观望 而男主早就发现了她 原来男主在懂事之前母亲就去世了 只能从照片得知母亲的长相 女主心疼地依偎到男主身边 表示这是姐姐在安慰弟弟 男主提出想让父母有一次独处的时间 自从两人结婚后 却没机会享受新婚生活 应该是顾虑到孩子的原因 女主觉得餐券和旅行券都挺不错 但凭两人的零花钱根本不够 而男主则是反向思考 他提议两人出去过夜 把家留给父母过二人世界 但因为满年纪不能在网吧过夜 旅馆则需要父母同意 不过男主表示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夜 那就是情人旅店 女主瞬间慌了 他们怎么能去那个地方呢 男主表示只是说说而已 毕竟费用也不便宜 隔天早上 男主表示找到过夜的地方了 小木同意男主过去住 巧合的是小月家就在隔壁 这样两人住宿问题都解决了 于是当天晚上 兄妹两人来到朋友家借宿 小月十分感谢男主 一想到今晚能跟女主单独过夜 小月激动不已 男主警告他别做奇怪的事情 回到各自房间后 女主好奇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 小月嘴硬说就是邻居 从小学开始经常一起玩而已 这时小木突然问男主 是否看过女主的欧派 男主表示就算看过也不会告诉你 小木恍然大悟 表示他只能看姐女的欧派 而此时的隔壁房间 听到这些的女主正在愤怒地捶墙 但是被小月强行拉走了 另一边 男主的手机顿时被女主短信轰炸 看着小木笑得很开心 男主可不打算忍气吞声 下一秒 便将小木五花大绑在床上 并拿出小木的日记读了出来 里面居然有他和小月的恋爱故事 这下子轮到小月成功炸锚了 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 他们又默契地来到同家餐厅 两人一见面就吵了起来 兄妹二人觉得他们就是青梅竹马 遭到了他们的同时反驳 可这架势 很难不让人怀疑啊 此时男主面对饮料机无从下手 突然身后传来女主的声音 他嘲笑男主不会使用饮料机 下一秒 女主拿起杯子示范了起来 然后端起自己的战利品表示 这才是饮料机的使用方法 男主也不甘示弱地调试了一杯 可当两人回去后 却被无情嘲笑 小月没想到自己随口的话 兄妹二人居然会当真 吃完饭后 小月坐到男主身边 他要男主帮带辅导功课 原来小月是故意为之 他想让女主吃醋 但男主表示辅导功课找女主 他学习比较勤劳 而自己则是凭感觉考的高分 女主再次被成功惹炸毛 晚上 男主却内卷了起来 而女主那边也是同一场景 深夜 男主睡不着 于是来到阳台赏夜 这时隔壁却传来声音 原来是女主正在感叹 随着两人四目相对 女主害羞地拉下帽子 表示这件睡衣 是小月强迫他穿的 男主当然不会放过 这调侃的好机会 随后 两人一起赏月 这一幕让女主 回想起交往时的场景 很快就到了七中考的日子 女主开始熬夜学习 因为她是入学考试的榜首 她认为如果不是榜首 身边的朋友就会离她而去 所以她要比别人 更加努力才行 初中时期 她第一次在擅长的数学考试中 输给了男主 她不甘心 于是减少睡眠时间 用到学习上 可当自己考到第一后 男主却没有丝毫波动 而是空洞地望着窗外 原来自始至终 都是自己的胜负局 直到在图书馆偶遇男主 她发现男主 只是假装不在意 其实有在注视着她 就这样她经历了 人生仅有一次的初恋 画面回到现实 女主发现 男主根本没把七中考试 放在眼里 于是走到男主面前 嘲讽她是万年老二 这一下激起了男主的好胜心 隔天早上 男主看到女主犯困 她搞不懂第一名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可女主却毫不犹豫地表示 第一天考试结束后 分数总感觉还不错 突然想起宇文是男主的强项 她很好奇男主考得如何 于是偷偷潜入男主房间拿试卷 下一秒 女主拿着试卷走到男主面前 质问她为什么不答最后一题 男主借口没时间 原来是男主想把榜首让给女主 女主很生气 她认为这是男主瞧不起她 正准备打人时 好在母亲及时阻止 男主也来了脾气 表示不是榜首的话女主会很困扰 而她对这些没有兴趣 所以才让步的 最后 女主伤心地离开了 第二天 男主表示自己改变主意了 此次的榜首非她莫属 很快就到了考试结果公布的那天 女主十分忐忑 当看到第一名是男主时 她愣在原地 这时男主问她当第二感觉如何 自己可是很羡慕她的 毕竟第二名压力相对更轻一点 说完便潇洒离去 女主陷入迷茫 失去榜首的她 认为朋友们都会离她而去 然而小月她们并没有离开 反而开始安慰自己 女主这才明白过来男主的意思 内心顿时百感交集 于是 女主来到图书馆想找男主 找到后刚想上前打招呼 却发现男主竟在跟别的妹子搭讪 吓得她连忙躲了起来 自那天起 两人就经常在图书馆看书 妹子名叫伊佐奈 因跟男主气味相投 所以 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更离谱的是 伊佐奈还让男主帮她穿袜子 虽然表面不情愿 但手法却很娴熟 看来已经帮过很多次了吧 傍晚 男主准备回家 刚好撞见女主 刚打完招呼 女主就愣住了 这妹子居然直接叫男主的名字 小月伸出手想跟伊佑奈打招呼 奈和人家是个社恐 男主见状连忙表示 她比较怕生 所以还是注意下距离比较好 这让小月很吃惊 她想到了女主 而此时女主已经独自离开 小月连忙跟了上去 回到家的女主很不爽 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前男友 于是隔天 女主变得越发温柔 不仅亲自给她递酱油 甚至还帮男主带便当 这种反常的行为 让男主浑身难受 于是将此事跟伊佐奈吐槽了一下 伊佐奈建议她 男主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跟女主相处时 自己一直在察言观色 而另一边 女主十分开心 原来不用顾虑男主 是件这么爽快的事情 可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男主打扮成帅哥来到他的房间 女主顿时怦然心动 下一秒 男主逐渐靠近自己 面对男主的摸脸沙 女主简直毫无抵抗能力 这时 女主才发现自己输了游戏 在男主的逼问下 女主说出了缘由 极度她能直接叫男主的名字 这是她以前没拥有过的 她也没办法吃醋 隔天 女主来到伊佐奈面前 表示想跟她做好朋友 此时的伊佐奈一脸猛逼 而这一天 伊佐奈在鞋柜里发现一封恐吓信 信上写着如果不想秘密曝光 放学后就到指定地点 当伊佐奈来到指定地点后 女主两人也随之而来 交谈得知 原来这是小月的恶作剧 但这时小月却神秘兮兮地表示 她知道伊佐奈的秘密 伊佐奈虽然觉得不太可能 但还是担心他们找到了 以前自己做的测试直播 VTuber频道之类的 女主两人惊了 没想到还有意外爆料 于是小月单刀直入 揭露伊佐奈喜欢男主 这点伊佐奈毫不犹豫就承认了 话音刚落空气 瞬间安静了下来 女主立刻纠正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还跟小月一起比出手势 反应过来的伊佐奈连忙表示 并没有这个意思 但小月不信邪 于是让女主拿出男主的视频 并进行言语诱惑 看着手机里自己娇羞的表情 伊佐奈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她真的喜欢男主吗 母胎单身至今的她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女主两人对视一眼 小月表示我们会帮你攻略男主的 女主一脸猛逼 她啥时候答应了 可伊佐奈觉得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 她的样子 让女主回想起以前的自己 以前的自己没有自信 遇事总是犹豫不决 于是她鼓励伊佐奈不要逃避 并细细数了成为女朋友的好处 只要成为女朋友 可以每天牵手上下雪 也可以去约会 圣诞节还可以收到礼物 胆冒了的话会一直陪着你照顾你 伊佐奈听完后 下定决心要攻略男主 然后想跟男主做妙不可言的事情 于是三人决定明天就开始行动 第二天 两人一如既往的在看书 女主两人在一旁观察 突然发现伊佐奈的胖子露出来了 而这一幕刚好被男主看到 她匆忙跑去厕所 三人来到厕所会合 伊佐觉得男主没把她当成异性 女主也是这么认为 于是小月提议用肢体接触 灵活运用她的秘密武器 男主根本毫无反应 这让伊佐奈深受打击 她很害怕失败后 无法跟男主做朋友 可小月觉得她是缺乏女生的自信 她决定给伊佐奈来各个小变身 经过小月的改造后 伊佐奈再次来到男主面前 可男主这个大直男 却丝毫get不到 伊佐奈的变化 还好心提醒 吃太多油大的食物会胖的 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 这一幕让小月严重怀疑 真的有女生会想跟男主交往吗 这话让女主十分尴尬 在两人的事意下 伊佐奈再次发起进攻 但每次靠近男主都会躲开 就这样两人不断拉扯 伊佐奈质问男主为何要躲 男主表示自己个人空间很广 再敢靠近我的地盘 就让她见识下什么叫地狱 伊佐奈顿时来了兴趣 让男主放马过来 可一秒 男主就落手催花 把伊佐奈的发型弄成了鸡窝头 眼看没有一点进展 小月让她明天告白 但伊佐奈表示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是拖得越久就越难开口 早点告白成功几率反而更高 女主也认同这个观点 在两人不断洗脑下 伊佐奈再次充满信心 第二天放学后 三人来到指定地点 帮伊佐奈打扮了一番后 便藏了起来 很快男主也来到这里 伊佐奈有点语无伦次 男主让她把想说的说出来 她会整理出内容 她深吸一口气后进行表白 从初十那天 男主主动跟她搭讪 她就很开心 不仅遇到了兴趣相投的人 还不厌其烦地听她说话 甚至还会认真地回答她的问题 所以她想用更多的时间 和男主在一起 她想成为男主的女朋友 然而男主却表示 虽然他们交往的话 应该会很顺利 但很抱歉 她不能答应 因为她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 始终赖在心里不肯走 她不想看到那个人哭泣 所以她不能答应 而此时躲在一旁的女主 听到这些话后 感动得泪流满面 隔天 女主两人一脸猛逼 没想到一左奈被拒绝后 还能保持之前的朋友关系 两人很想知道一左奈是怎么办到的 她却表示因为被拒得很干净利落 所以才能堂堂正正 毫无顾忌地以朋友身份相处 彻底给两个女生整无语了 而画面一转 一左奈不惜用凶器撒娇 只为了去看男主的书架 她很好奇 男主的启蒙老师是哪个女主角 她觉得男主的书架上 应该也会有几本不能世人的珍藏小说 男主表示 你去男生的房间就不会有点警惕性吗 但一左奈并没想这么多 毕竟自己刚被甩 根本没有提防的必要 男主看着她单纯的眼神 顿时无言以对 第二天 女主和小月得知此事后 便打算帮一左奈改造一番 只因一左奈穿着实在态度 但她今天并没带太多钱出门 于是两人打算自掏腰包 但有个条件 那就是 他们推荐的衣服 一左奈要毫无意见地穿上 随后三人来到更衣间 一左奈换上衣服后 身材直接惊呆两人 小月忍不住直接上手感受 接下来的几套 给人的感觉都是波涛汹涌 于是小月建议 她可以尝试女主的风格 但这样两人又会风格相撞 在女生的世界里 要考虑与他人的平衡 这样的话 只能让女主也尝试一下新风格 这让女主不禁怀疑 自己也被小月当成换装人偶 换衣服时 女主回忆起当初约会之前 因为觉得自己穿着有点土 所以上网查资料改变了穿搭风格 但约会期间 男主却没有给予任何评价 直到约会结束后 男主才表示她今天穿搭很可爱 但希望下次别在外面穿迷你裙 这占有欲让女主十分开心 之后她的穿衣风格 逐渐变成男主喜欢的类型 换好衣服的女主让人眼前一亮 修身的衣裤 将她的身材完美呈现了出来 女主也觉得现在改变风格也挺不错 随后依佐奈再次换好衣服后 却将帘子拉了起来 原来她拍了照片询问男主 男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二天 依佐奈穿着新衣服来到男主家中 可来到房间后 男主发现 女主以监视唯有也跟了进来 这时 依佐奈找到一本想看的书 得到男主的许可后 便脱掉袜子趴到男主的床上 这一幕让女主惊呆了 看着毫无警惕心的依佐奈 女主顿时脑子嗡嗡的 男主表示认真你就输了 还不如冷静下来看看书 就这样女主也加入了看书行列 不知过了多久 依佐奈终于看完整本书 因O派太大导致肩膀酸痛 她想让男主帮她按摩 不按的话就在床上不断翻滚 男主无奈只能答应 可就在男主按下去时 女主忍不了了 质疑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暗中交往了 可两人却一脸猛逼 因为以前他们就这样 女主瞬间化身福尔摩斯 表示他们根本就没正经交过朋友 根本就不懂朋友间的距离感 两人表示自己也是有一两个朋友的 但回想了一下 好像真就只有一两个 依佐奈觉得男主有个胸控妹妹 以后的日子会很难熬 男主十分认同 随后依佐奈让男主帮忙穿袜子 因凶器太重弯腰会很辛苦 男主也照做了 之后女主将依佐奈拉到外面 想知道她对男主的看法 交谈得知 依佑奈并不是想独占男主 而是怕会失去唯一的朋友 女主健壮 表示自己很乐意成为她另一个朋友 可以是可以 但男主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随后女主便回到房间 质问男主是不是经常这样帮依佐奈 男主的回答很随意 这让女主粗意大发 于是脱下自己的袜子 坐到床上后 她也想让男主帮自己穿袜子 男主无奈只能照做 就在这时 手机收到依佐奈的求救短信 原来她被父母带住盘问了一番 可当问到是不是前女友时 依佐奈则表示自己是被甩的 因为她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她笑着说 男主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 可这一幕 却让男主忍不住回想起 她第一次带女主回家的场景 那还是初中的时候 男主跟女主交往半个月后 除了拉拉手 跟作几口就没任何进展 这一天 男主邀请女主来家里做客 来到房间后 满屋子全是小说 只能坐到床上 肩膀接触的瞬间 女主怦然心动 随着两人目光对视 她紧张地闭上双眼 可下一秒 男主却拿出一本小说 于是两人就这样看起小说 这简直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呀 直到小说看完 男主再次看向女主 当她以为这次终于要上之时 男主却说 天已经晚了 要回家了 再不回去的话家里人会担心的 回去的路上 女主严重怀疑自己魅力不足 本以为今天可以秒变大人 却没想到时间全浪费在书上 将女主送回家后 男主却在转角抱头后悔 明明万事俱备 自己却不敢迈出第一步 升到初三后 两人却被分到不同的班级 女主很失落 她觉得没有男主的班级 自己肯定又是抓身一人 男主温柔地安慰她 并答应她可以在圣诞节跟情人节 创造更美好的回忆 于是两人拉钩 约定好那天要一起度过 几天后 女主表示自己结交到新的朋友 此时的男主也为她开心 可之后的几天 女主一直把朋友挂在嘴边 与男主的互动也逐渐减少 就连约会时间也被抢走了 直到某天放学后 女主再次和她谈及朋友的事情 可此时的她 却面无表情地说自己对这些事情没兴趣 看着男主离去的背影 女主心情很失落 回到家后 男主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 打算明天跟女主道歉 隔天 女主拒绝了朋友的邀请 可来到图书馆后 却发现男主正和别的女生聊天 而且还是坐在自己专属的位置上 直到女生走后 女主才出现在男主面前 男主也第一时间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可女主却因刚刚的事 认定男主劈腿 不管男主怎么解释 女主都听不进去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晚上回到家 男主躺在床上悔恨 他将错归功于自己的固执和嫉妒 回想起之前 女主可能是想以自己的方式为他着想 或许加入他的交友圈后 这些事情都能迎刃而解 夏至到来后 彼此都没再见过面 直到某天 两人在书店相遇 男主将书让给女主 并表示想要谈一谈 男主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并打算和好 女主也答应了 但也仅是表面和好 两个人即使走在路上 也是以前以后 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感觉 就在这时 女主注意到夏日记的海报 晚上编辑短信 想邀请男主一起去夏日记 可终究还是没能将短信发出去 夏日记 女主一人来到去年走失的地方 她多么希望男主 能跟去年一样来找自己 如果没吵那一架 就能像去年一样 起来这里游玩了吧 下去秋来 即便是交往一周年的纪念日 女主也始终等不到男主的短信 之后的日子 女主享受着校园生活 而男主则跟往常一样独来独往 很快便来到圣诞节这天 看着街上别人都是成双成对 女主不禁回想起去年的场景 之后的情人节依旧没任何联系 直到毕业的这天 男主提出分手 女主头也不回地离开 原以为能就此解脱 但老天天天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两人的父母在婚 让他们再次见面 而且还成了继兄妹 而画面一转 女主正打算想借这本 我想吃掉你的遗脏 这本是之前 两人在房间看过的书 看来当时女主心思不在书上 而女主觉得 当时她肯定也图谋不轨 男主则是大方地承认 她那天进这房间可是下了决心的 这天父母因台风导致今晚不回家 就在这时 女主前方突然冒出两根细长的触角 等看清楚时 女主目瞪口呆 连忙跑到男主的房间 一脸恐惧地表示 那个家伙出现了 黑不溜秋还会飞的家伙 就这样 因为蟑螂的原因 女主不敢待在自己房间 于是赖在男主房间不走了 后半夜男主习惯性翻身 睁开眼的瞬间 女主的睡颜映入眼帘 距离上次这么近 看到她的脸是什么时候 她已然记不清了 男主下意识还喊了女主的名字 可分手跟成为兄妹已经成为事实 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留恋 隔天早上 女主便因昨晚的事情跟男主吵了起来 父母看到这一幕 觉得他们像是进入倦怠期的情侣 过段时间回老家过节 应该免不了被亲戚调侃 而且老家那边的娱乐 也只能去河边玩水 提醒他们要准备好泳衣 两人压根不想玩水 可母亲却希望男主陪女主去买泳衣 毕竟女主发育过快 现有的泳衣应该穿不下了 出门前女主乔装打扮了一下 顺带给男主一顶帽子 毕竟男主考试考了第一 学校里的人基本都认识他 无奈男主也只能戴上帽子 女主见状又掏出一副眼镜 可男主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很快 他们便来到商场试穿泳衣 这时女主问周围有没有人 她想让男主帮忙看下自己的泳装 男主还没反应过来 女主便拉开帘子 红着脸询问男主有何感想 男主连忙一开始现说了句还不错 但女主并不满意 表示要她好好夸一下 男主再次看向女主 心脏狂跳不止 可是考虑到他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 男主也很无奈 表示谁让女主穿泳装的模样如此动人 女主顿时全身放红 她本来是想问泳衣的颜色 跟是否穿着可爱之类的 男主顿时一脸猛逼 女主嘴上是这么说 但还是买下了这套泳衣 回去的路上 两人却来到当初接吻的地方 不免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就在这时女主的帽子被风吹飞 男主向前想要抓住 可就是这一步让两人拉近了距离 女主情不自禁闭上双眼 可男主却给了她一个脑瓜崩 回到家后 两人反而变得异常见外 父母再次调侃两人 像在衡量求婚时机的情侣 女主害羞地满脸通红 连忙未辩解 这天 一左奈邀请男主一起看电影 可是说好三人一起看电影 结果却成了女主一人在旁边吃狗粮 一左奈躺在男主的腿上 不仅让男主摸他的头 甚至还当众将手伸进欧派里挠痒 这让女主十分无语 忍不住脑补了一番两人打情骂俏的场景 很快电影就看完了 两人在一旁讨论观后感 女主感觉自己存在有点多余 气得将水一饮而尽 男主见状表示自己也口渴了 想让女主帮忙倒一杯 而女主懒得拿杯子 于是直接用自己的杯子给男主倒水 一左奈眼看男主将水喝下 疑惑两人这样是不是间接接吻了 可两人完全没当回事 毕竟亲都亲过了 就在这时 男主突然犯困 一左奈拍了拍大腿 想让男主躺下 就在男主准备躺下时 女主却不同意 一左奈很不解 她诱惑男主躺倒自己身上 并表示可以额外赠送掏耳朵的贴心服务 或许是男主害怕被掏耳朵 于是直接倒向另一边 顿时在女主腿上睡着了 一左奈蹲下看着男主的睡颜 表示想偷偷亲一口 反正她也不会发现 女主连忙表示出闻很重要 应该在适合的场景才不会留下遗憾 一左奈见状也只能作罢 于是便打算离开 临走前还不忘调侃一番 一左奈离开后 看着熟睡的男主 她将头发擦到耳后 俯身喊了一声男主的名字 顿时想起之前的种种 她也明白了男主当时为何及时踩刹车 或许她也不想破坏现在的生活吧 晚上 母亲找到女主 八卦地询问男主与一左奈的关系 因为暑假一左奈经常来家里找男主 所以她怀疑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在偷偷交往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会拍手赞同 母亲顺带忽悠女主赶紧找个男朋友 要不然被男主甩在身后 可母亲不知道的是 女主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几天后 因为节日快到了 所以男主一家人回到老家过节 这时却出现一个女人抱住男主 她是父亲叔叔的孙女 按辈分是男主的堂姐 身后是堂弟 比较内向 而堂姐则是个社恐 简称社交恐怖分子 下午家族亲戚们都来到河边烧烤 女主跟堂姐堂弟坐在河边吃着烧烤 而男主则一个人在树荫下看书 亲戚看着男主不由地发出感叹 堂姐看出女主的好奇心 于是告诉她 叔叔在男主出生后不久 就成了单亲爸爸 为了照顾男主付出了很多 现在看到叔叔再次成家 亲戚们也为男主一家感到开心 女主此时却陷入沉思 继父再婚是跨越人生重要试炼的证明 既然这样 那么自己与男主就应该守护这个家 而就在这时 堂姐看到女主身上的泳衣 免不了一阵调侃 晚上 大人们都在喝酒聊天 堂姐让女主可以先去休息 顺便喊男主去洗澡 此时的她就在曾祖父的书房 她每次回来都会来这里看书 等看到女主后才发现天色渐晚 让她如此沉迷的书 竟是曾祖父的自传 这是她小学一年级时 偶然在书房找到的 之后每年回来都会看上一遍 自传里讲的是 曾祖父在西伯利亚的故事 书中的五季便是曾祖父的初恋 随后便把书交给女主 让她自己阅读一遍 说完就转身洗澡去了 随着书本不断翻动 女主的眼泪悄然而出 直到眼泪滴落才反应过来 正准备擦掉时 却发现一旁的泪痕 这便是男主小时候留下的 就好像唯独这个书房 被从世界隔离出来的一般 就好像唯独自己一人 被从世界玻璃出来的一般 她一直活在这个世界里 与此同时 男主已经洗完澡回来 这时女主突然询问 她的初恋是个怎样的人 男主回答是个很爱笑的人的 可女主却误以为是原相解 画面一转 女主跟唐姐正在挑选夏目纪的衣服 但此时的女主却有些心不在焉 唐姐询问是不是跟男主有关 女主表示跟男主无关 可虽说如此 唐姐还是一眼看出她喜欢男主 但女主却表示 她不知道所谓的喜欢是什么 唐姐见状连忙解释 在一起的时候会心动 想接吻之类的 要是会这么想那肯定就是喜欢了 于是 唐姐打算给他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到了傍晚 她找借口将男主带到房间里 让她帮忙换灯泡 并表示三十分钟内不会有人打扰 说完就关上了房门 而此时的女主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经过这几天的了解 她才认识到以前的自己是多么任性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曾经的初恋 她回想起当初男主提出分手时 她仿佛如释重负 认为自己终于能结束这段痛苦的感情 但此时 男主曾经的画面却不断出现在脑海里 她忍不住想 如果那时没有分手该多好 如果暑假时她给男主打个电话 如果圣诞时她给男主送个礼物 如果提出分手时 她说一句我不愿意 此时的她内心充满后悔 她告诫自己不能哭 但泪水还是忍不住地往外流 这时候 男主提议让他们此刻暂时回到过去的关系 两个人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到了晚上 男主询问她到底想对她说什么 女主表示 想到男主的初恋是她的唐姐 就不由得很烦躁 男主此时一脸懵圈 她可不记得自己啥时候喜欢过唐姐 得知是误会后 男主不由地吐槽女主平时挺聪明的 但关键时刻却傻乎乎的 突然男主表示她的鼻涕流出来了 女主连忙捂住鼻子 得知是玩笑后 她也被逗乐了 走之前男主趁机表白 说自己的初恋果然是个很爱笑的人了 明白过来后 女主既高兴又有些小害羞 随后 女主换上为夏日寄准备的浴衣 被唐姐咔咔一顿乱夸 而这时男主也穿着和服出现 看到男主的瞬间 女主顿时怦然心动 于是拿出手机想要拍照 男主熟练地输入密码 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很快 两人便来到夏日寄现场 女主很疑惑 男主明明考验这样的人群 为何还会来夏日寄呢 男主表示反正每年都会被唐姐抓来 自己只是放弃抵抗罢了 这时唐姐牵着唐弟走过来 为了防止走散 想让两人也牵着手 但男主表示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话音刚落 手就被女主牵着 男主一脸猛逼 女主表示 作为姐姐有责任防止弟弟迷路 唐姐也在一旁附和 男主无奈只能任由女主牵着 随后几人来到设计摊位 唐姐拉着弟弟开启教学模式 女主看到这一幕才明白 原来姐弟的距离可以这么近 而接下来的打靶权以失败告终 看到弟弟一脸失望 于是唐姐让男主出马 就在男主瞄准奖品时 唐姐在一旁撺夺女主上前支援男主 女主直接冲上去抱住男主 一开始 她很负责地帮男主纠正角度 但很快 女主的脚快要撑不住了 下一秒 整个身子便倒在男主身上 还好猛中一个玩偶 恰好是唐弟喜欢的奖品 于是将玩偶送给了唐弟 女主也很意外 没想到 一向孤僻的男主 竟会了解唐弟的喜好 可此刻男主却忍不住怀疑 女主刚才扑上来的触感是故意为之 虽然她极力否认 可男主却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此时 女主表示她与一左奈经常这样做 也应该习惯了吧 而男主却表示 一左奈贴过来时是不过脑的 而自己却能感受得到女主的紧张 就在两人争吵不休时 唐姐及时出面阻止 随后四人与长辈们会合 这是一个长辈出言 让女主多关照男主 女主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就在烟花快要开始时 男主却不见踪影 唐姐告诉她 男主每年这个时 就会独自一人跑没影 这时女主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于是打算去寻找男主 而此时的男主 正独自一人仰望着天空想事情 她想起幼时母亲去世后 无论做什么 总会有人投来怜悯的目光 她不懂 明明只是在呼吸 却会被表扬或者可怜 正因不懂 导致她内心的空洞不断扩大 将世间的色彩全部吸了进去 在那之后 唯一能让她感受真实感的 便是曾祖父的自传 接触文字世界后 世间的灰暗再次被颜色填满 对她而言 虚构的世界或许才是真实的 而现实世界则是虚假的 遇到女主时也只是顺其自然罢了 与之搭话也只是一时兴起 女主在夏日记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弱小无助 让她第一次有了保护一个人的冲动 而从那一刻起 女主的身影也深深地刻进了她的心里 而就在这时候 女主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 两人依旧是熟悉的互对模式 而她之所以能找到男主 完全是因为两年前的电话里 有树枝晃动的声音 她问男主 是否还喜欢着自己 男主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她顺势坐在了男主身边 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问她记不记得出吻是什么时候 这一次 男主脱口而出 10月27日 因为那天刚好是两人交往两个月的那天 而男主之所以能解开手机 正是因为女主的手机密码 就是那天的日期 并且她还知道 男主的密码也是那天 她问出了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 男主为什么会选自己当女朋友 可男主却觉得 这一切都是缘分使然 如果那天遇到的不是女主 而是一左脉 说不定他们也会成为情侣 就在这时 天上亮起了炫目的烟花 这是他们时隔两年 又一次一起观看烟花 在烟花的照耀下 男主脆弱的内心终于有所松动 可下一秒 女主主动吻了上来 以一礼护结女的新名字 向男主做了告白 这一次 她要以全新的身份再次攻克男主 成为占据她心里唯一位子的女人 让男主败倒在她的脚下 重新做回亲密无间的情侣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辛苦了一整季 总算有了一个美好的大结局 相信他们最后一定会幸福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